詞曲 李宗盛 我真的只是朋友而已 为什么 他名字你从不提起 他送你回来以后 我常一个人到外头走走 我以为我至少可以相同 一个烂理由 他送你回来以后 我假装没有太多的难受 这样有一天你只要走 比我点头 他送你回来以后 我假装没有太多的难受 这样有一天你只要走 不比我点头 少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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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多主啊 此去安息路途遥远 望多保重啊 朱老爷子 请放心 有这么多兄弟在呢 少多主 有空 一定来看看我们哪 那是一定 假装啊 不会忘记各位弟兄的 多保重吧 保重 那我们走吧 好 怎么了 我 我的肚子好疼啊 怎么会搞成这样 是不是以前的旧伤 又复发了 一定是的 我痛得不能动啊 少多主 这可怎么办哪 我看我跟少爷 你今天是走不了了 别再装了 快上车 别耽误大家时间 少爷 这种小把戏 骗不了人的 再不走啊 就把你留下 少爷 我又不是说不走 是待会儿的 马弟 少多主和欣燕他们 不坐马车 少多主 你我虽然娇怯年生 但相处数日 我知道你并不喜欢 被人前呼后拥的 没错 我们家少爷喜欢亲戚 听七哥这么一说呀 连我这个大老粗 都看出来了 两位 别太客气 最主要别麻烦大家 少多主处处为别人着想 勉为其难 班哥 我们就不再为难少多主了 我们先走 再走多多 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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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行吗 当然可以了 这样我和少爷 就可以去看霍姑娘了 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到处都有红花贵的兄弟 少多主随时可以找到他们 至于去不去见 新艳的救命恩人呢 少多主自己拿主意 好 少多主 请 少爷 少爷 每一样过去 什么 也不准备好了 不准备好了 我 不是 有什么 有什么 是 只靠到他去哪儿啊 他没有交代 不会吧 对不起 新燕和陈公子 今天一早起乘前往安息了 新燕 你去哪儿了 大家伙都在找你啊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新燕和家洛来找你 什么 我刚从大股床回来啊 怎么 你去找他们去了 没有 我想送料给新燕 可那儿的人说他们已经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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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确是要走 不过临走之前呢 想亲自向你致谢 这不 到了很久了 他们人在哪儿 刚走 你现在追呢 还来得及 算了 新燕可说了 这次见不着 以后就再难见到了 一切随缘了 清筒 好 来 小阿姨 避开 你们眼睛 起来来 看一看 再还带着一东西的杂军 啊 少爷 你可太厉害了 还有心情看字画 我想找张 一抹长风万里空的字画 这次要是见不到霍姑娘 那也太可惜了 不要这么灰心丧气 一切都是上天的 这次走了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别想这么多了 我想四处走走 你去买些东西准备上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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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宇皇山 霍青铜 你是陈家落 陈公子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真没想到 在这儿能碰上你 是啊 kantorang 你们哪 去了打鼓场 你们走了 回到仗营 你们又走了 今夜哪 他去买东西来 他一直在我面前提醒你 是啊 他也不停地提醒你 又是这局啊 霍姑娘 一语道出局中傲异 易子落盘 不但意境更增 而且 还添了几分狭义之气 陈公子你见笑了 其实霍青铜初见此棋局之时 侍逢族人与朝廷抗争 减受赋税一事 一心只是想封草明开 事后再来看公子 这个棋局呢 竟发现境中有洞 大有虎盘虎聚之意 霍青铜之前所看到的 只是表面而已 霍姑娘 您实在太客气了 虽倒是 男儿志在四方 行的是江湖 为的是天下 但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虽之就是斩尽杀绝 反不如形同此局 留下江山一局残 不以胜负定黑白来得自责 听公子所言有理 但似乎有什么无奈 实不相瞒 这次去安息 我是为了我义父奔丧 而且他老人家还留下遗言 叫我接任 红花卉总剁主之位 红花卉 红花卉被朝廷侍为眼中钉 欲除之而后快 难怪公子有此感触 不知成公子往后有什么打算 义父对我恩重如善 我想 先把他老人家后事料理之后 再做打算 不过霍姑娘一句 一抹长风万里空 却正道破了家洛的心意 若是术欲静而风不止 何无一扫眼前阴云 将障碍除去之后 方可逍遥万里 置行四方 师父也曾讲过 做人和修行一样 有入室和初室之分 霍姑娘讲的是入室 家洛却忠情于初室 以成公子的情形来看 公子想初室的话 恐怕是身不由己 霍姑娘果然是聪明之人 虽然我们第一次见 却像是认识很久一样 听心眼讲 你见过我的两位师父 而且师母将零心结转赠于你 他们都好吗 两位师父 与我师父之间的恩怨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化解 都是一个情子类人哪 想不到霍姑娘虽为回族 却对汉文化了解如此透彻 公子伯骨通亲 青铜更是佩服 是吗 秦燕真是说得一点没错 如果此次见不到姑娘 真是家洛的一大损失 认识你很高兴 我也一样 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要走了 秦燕还在等我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不知我们什么时候 还能再见 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公子 保重 你也多保重 嗯 你也多保重 这是我们蜻蜓大军所为 你说什么 你放心 他们虽然被抓 但没有生命危险 你们太过分了 你听我说 是蜻蜓大军所为 是召会那个坏蛋赶的 跟我无关 而且他还派了关东双魔 带兵来抓你呢 我直到消息 马上就来通知你了 你不是来通知我的 当然 好心没好报 对不起 他们把人带哪儿去了 应该在梁康附近 好 跟我来 不会是天山双鹰的徒弟呀 少爷 你见了霍姑娘之后 心情也开朗了不少 你们俩说了些什么 闲聊一下 不记得了 少爷 青铜姑娘跟我说的 我都告诉你了 少爷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 那就太不公平了 好吧 我告诉你 我们是在说你 说我什么 说你呀 说话太多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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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还能有什么好事 听说回人不交赋税 朝廷要差异警百 回人 就是扎营在西山头上的那群毁人 是霍姑娘他们 我们今天不走了 大将军 你可别怪本官多管闲事 其实不过几个回民 你可别老是动众啊 现在也算教训过了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对吧 不然挑起回部民怨 随时引起战火 那就不好了 只要是在本将军脚下统治的地方 这些刁民百姓 就得臣服本将军 开战怕什么 难道本将军我还害怕开战吗 正所谓小场大戒 多一时不如少一时 李大人 你别怪本将军 我教你当官 对付这些刁民 你就要打要压 不听话的 你打到他听话 不怕的 你打到他怕 这才是一劳永逸之计 他们人都失重 救我们俩怕不是办法 你要是怕的话 就回去吧 我又没说我不去 李将军 你看 那些回民 果然还有余难吗 轻松 小心 走 走 是 就是这两个人 杀了小薇家 你去救予 是 那边有好多兄弟 快去救啊 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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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走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要把他们杀得一阁不胜 准备放箭 将军 将军 我就是要让他们死在我的眼前 不能放箭 那会伤到自己人的 给我放箭 上开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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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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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儿 走 这儿 人不但没捉住 牛羊 马匹 骆驼全都跑光了 全都是饭桶 废物 全都是我能飞 将军 事到如今生气也是于事无补 大家都是照着将军的意思办事 也不好责怪嘛 你 将军 我说的是真的 大家都依照将军的命令行事 可秀可以保证啊 本官早劝将军不宜操之过急 可是将军就是不听啊 你 这都怪你们 以为你们武功盖世天下无敌 可连一个霍青铜 几个红花卉都对付不了 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他妈的白养活你们了我 滚 都给我滚 有本事去对付霍青铜 去对付红花卉 给本将军看看 你们给我滚 各位英雄仗义相助 青铜和我的族人明聚于心 在这里敬大家一杯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兄弟们兄弟们 今天呢 我们 敌醉方休啊 好不好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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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干 干过来 行 巳当长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会回来的 其实啊 我们真的走了 不过一路上 我们收到惠中的消息 知道青狗要来对付回鸣 黄姑娘是你的救命人 以稍豆主的性格 必然会出手相助的 后来啊 我们知道朝廷狗官有准备 马上掉路各路兄弟前来啊 来 我也敬各位当家一晚 一时感谢 既然这样 我们也回敬稍豆主一晚 来 今天我们衣醉方休 来 老爷子 我敬你一杯 能跟各位英雄同桌共赢 是世青铜的荣幸 陈公子 多谢你 在下受之有愧 对 其实这都是洪花会 重当家的功劳 陈公子的救命之恩 青铜一定迎接于心 陈公子的救命之恩 翠玉皇山 霍青铜 你就是陈家洛晨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 不知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 如果有缘的话 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公子 保重 你也多保重 快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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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马 走 走 这样 这样 朕不敢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 霍姑娘 你还没睡啊 睡不着 所以出来看看 你呢 我是因为今天的事 所以睡不着 还有一个时辰 天就亮了 那不如我们去看日出 这个主意不错 好 那我们走 好 看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良辰美景 人生所求不过此刻 大自然真是美 霍姑娘 你知道吗 其实 我早就认识你了 是吗 那你倒说说看 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怎么没印象 我告诉你 把你的手借给我好吗 好啊 原来是那七怪贺卵石 我在你师父门前 看到过你叠单的 七怪贺卵石 有聚有散 但最后 还有相聚的时候 你接日 红花会总舵主之位以后 一定会帮你繁忙 到时候 我怕你没闲情享受 日出和蝶式的乐趣了 你知道 我是喜欢 卧看满天云不动 红花会总舵主之位 并不是我的追求 我得一片天空 在大漠 我很快会回来 你会回到天山 回到大漠草原 到时候 我来找你 我们再一块看日出好不好 好啊 我等你 我看满天云不动 一抹长风万里空 我来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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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三哥 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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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我们进去再说 走 走 四弟 怎么了 二哥 三哥 我沿途回来 一直被神秘人登踪 我好不容易再摆脱了 回到这里 又发现那个神秘人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实不相瞒 我跟总舵主到了北京 夜闯皇宫 之后总舵主就被杀了 被杀 什么 四弟 余总舵主不是年老病似的吗 可总舵主武功高强 他怎么可能 总舵主被人吓得迷啊 功力受损 身受剧毒 才会遭到毒手的 果然有秘药 能够在总舵主香坛里下药 而且知道总舵主生活起居的人 一定是我们帮中人的干法 四弟 你怀疑有内奸 我怀疑着内奸勾结清廷 四弟 你刚才说那个神秘人 一直跟你到四弟 那他的目的何在 我想 他是为了这个锦盒 这个锦盒他锁灌了铁 箱必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是总舵主的遗物 林中教徒让我一定把它交给少舵主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那么说此屋内必另有玄机 待少舵主回来 就一切都明白了 我报的解合一直不敢大意 刚才我跟神秘人交过手 看见他在总舵外面消失 我担心 你担心此人已混迹了总舵 二哥 如果此人真的在总舵 那该如何 按说能留在总舵的 都是一群异级兄弟 不可能有内奸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加强防御 先保护好这个锦盒 带少舵主回来 咱们得从强计议 四弟 由我跟二哥再次把关 你就放心吧 我等你好久终于出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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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追 追 在那边 留下火口 四弟 对不起 没留下火口 没关系 是他 怎么会是他呢 他的武功怎么这么厉害 怎么了 我曾经和他交过手 我伤过他 四弟 你确定是他吗 就是他 没想到此人混进红花会多年 居然还身怀绝世武功 蜻蜓渗透 不容忽视啊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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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四哥早就平安回来了 四哥 你真可恶啊 不是跟人家约好在杨州碰面的吗 人家担心死了 讨厌 四哥 这次别怪我说你 你还四嫂茶饭不思 花容失色 怎么补偿了 你 太来实有苦衷 沿途没和大家联络 以免节外生枝 什么事 这件事说来话长 这样以后咱们再说吧 大家看 少道主回来了 红花会兄弟 恭迎少道主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看 少道主 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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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道主 霞愿者 谁 好 欢迎少道主 大宿 炭愿意 只能贵易父 擅心 强烈成城 来 这两个人 给你多伤心 何虎 强烈成城 高山安阳 英魂不灭 典范常铸 好弃 常存 总共诸 英魂不灭 好弃 常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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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魂不灭 常存 少舵主 四哥 有事找我啊 少舵主 我有点事想跟你详细说明 对你是否接任总舵主之位 有着莫大的帮助 请四哥指点 总舵主被杀之时 少舵主已经知道 但是其中原因 可能大家还不轻悔 是否接受 四哥 此话怎讲 当日的总舵主要在下陪同夜闯皇宫 于总舵主说当今乾隆皇帝 对我们恢复汉人江山有着莫大关系 总舵主离开皇宫时 还非要等候皇上的佳音 不可能啊 义父跟满清皇帝有什么可以商议的 接下来 于总舵主就被人暗杀了 这件事情分明跟京庭有关 一定跟于总舵主免胜有关 可是于总舵主临终的时候 又不肯让我把他被暗杀的内勤 告诉帮仲 还要我替他整理好衣服 装成年事已高而辞职 总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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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舵主临终的时候 他还要隐瞒被杀的真相 好像明知道是什么人所谓 还要保护这个人 你是说 义父要保护杀他的人 乾隆皇帝 这件事情 我也曾进宫质问过乾隆 他否认杀害总舵主 可是这件事情 一定跟皇帝有关 少舵主 总舵主临终的时候 一定要将洪华会总舵主之位 交托给你 少舵主 我想这件事情 同你有着莫大的关系 跟我有关 你自己看吧 是总舵主亲手 让我交给你的 如果你想知道 事情的真相 你就打开 总舵主留给你的 这个锦盒 你就会知道一切 好 我会在那里 你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爷 这封信是总舵主留给你的 你怎么不看啊 姓爷 我很想在大漠草原上看日出 少爷 这事太简单了吧 可是这跟你看总舵主的信 有什么关系啊 清通啊 我们虽然说回到了大漠 好像你的心还没有回来啊 哥 你说什么 陈公子 难怪人家说 只要是感情的事 再聪明的女孩都会变笨 不理你了 这几年来 因为族人的事背负太多奔波不停 也该考虑考虑你自己了 我们不会见过两个四面吗 族里的兄弟 天天见面又怎么样了 我看你对人家的感觉 你自己最清楚了 如果找到喜欢的人 那就我不必顾虑太多了 多谢了 哥 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呢 真主会有安排的 发生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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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的 爹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受伤啊 清廷赵惠将军 派遣了大队清兵 和高手来袭击我们 谢谢了我们回部各族 夺取了我们圣物 我们这群勇士们 为了保护我们 保护圣物 死上无数啊 召灰 又召灰 清廷狗贼杀我同胞 夺我圣书 我们跟他们施不两利 清廷对我们回部各族争脸不断 我们这次要求清廷减负 见证赴税 已经触怒了清廷 他们以高牙手段来对付我们 夺取经书 让我们今后 对他们不敢有所反抗 一再人让也是于事无补 爹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既然事到如此 我们回族子民 绝对不能为所退让 本族圣武经书 绝不能落入清人之手 我们要对抗到底 对 对抗到底 我们要抗争到底 嗯 好 少得住 四哥 余总舵主留下的遗物 你看了吗 啊 是我臣家的一块祖传玉佩 还有一封信 余总舵主有什么疑讯 温太来不敢勉强少得住 其实四哥 我迟早 会给大家一个答案的 四爷 我从来没有见过少爷 那么沉重 那么不高兴 昨天晚上 他拿着总舵主的信的时候 连打都没有打开过 就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 而且 他还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什么话 少爷说 他想去大漠草原去看日出 这也难怪啊 四爷 什么意思啊 你少爷想到了 如果他看一看那封信 就会改变他往后的一生 四爷 有这么严重啊 这是余总舵主 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事 小心点儿小心 把东西都放好看看是不是都拿了 我们去浙江上任 是不会回来的了 抬上去 老爷老爷不好啦 小姐不见了 只留下一封信 真是麻烦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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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怎么了 我的宝贝女儿 她说要去看千里接龙头 是讲都不讲就走了 小姐去看千里接龙头了 陆先生 你说怎么办 大人请放心 我知道小姐去了哪里 在家现在跟去 一定把小姐平安带到浙江 好 那就麻烦陆先生你了 好 是 着 长辉的 这红花会总舵在哪儿 什么 红花会 我说红花会呀 不知道 没听说过 红花会这么有名 你没听说过 你骗谁呀 詞曲 李宗盛 幾片落葉孤單的很絕對 九月的風讓心很累 我走過分手那天的結尾 紀念我深深愛過的人是誰 愛像這腕影在心裡真的很美 應該忘了你可是我卻不會 別再問我那一天才難學會 我要的時間你不能給 有些愛情會給時間一些香味 她吃了一點卻把我的心灌醉 誰看見我流過了幾次眼淚 她滴在心裡讓我學會 每段故事都有屬於她的守衛 她偶爾可以提醒我自己不能退 她滴在心裡